從技指這一端到目前高校體系來 我想我算是比較幸運 研究的題目比較偏向食物操作這一端 這一塊的補足在理論上、在機制上 在coding 在軟體上面 在模特上面的建立 剛好跨著這個領域可以做一個系統上的加分 人員的整個的整合 以前跟產學這邊可能比較水服務的這一端 那現在的這一端可能多一些在帶著產業走 這段期間的機械製造業面臨幾個議題 一個掃資女化 一個就是所謂的數位 包括我們最近在走的政治CI 甚至結合MR 所有的這些互動的機制 還是回到需求端 包括地緣、政治、美中等等這些相關的議題 也不得不做轉型 我們在這一塊上面是可以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自通訊領域的一個強化 包括AIoT、包括這些內容 貫穿、貫注在我們的機械產業內 可以帶著他們往前走 其實這樣也對應了成長的不少 它是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裡面我有第一線的Engineer 大概都是業界要的題目 當然有一點點我們現在做的比較前面 所有被Spin印進來的 都會感受到這樣的一個需求 對學生來講 不管在local端甚至在國際端 他們已經就知道說那個方向在什麼地方 那這樣的氛圍 我就覺得對多方面多贏 人才的整個完備性的相對是比較強的 早期我大概在工具區的領域還總共埋生的 工具區從量具的開發 你看從量測儀器 從單獨的就是單機 那沒有聯網 那現在做到聯網 做到自動補償 做到自動給電 做到OneKey 做到所謂的OTA 就是遠端的寫入等等這些 那現在直接就是以生存CIA的方式來呈現 是一步一腳印這樣進行起來 我們大概有超過十萬筆的這些廠商 以前建過的這些量測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你建起來的話 那學習完了以後 這些東西未來很容易 把這個部分變成另外一個智慧型的 類似有點對打式的方式去讓工具機 對於這些進度的要求 對於生產對於操作上面的要求 讓它可以更有效率 成本可以讓它可以更低 應該產品的周期 應該會加速 跟業界這邊的互動的一些參數 領域又北又廣了 廣了接觸的範圍又大了 甚至都可以作為一個介面 給我們給學校 甚至給政府 作為他們未來在推廣的時候 在施政的時候的一些參考 專利的佈局現在非常關鍵的 我們手上的專利群應該超過100個 都是發明專利 也都國內國外都有佈 我們一定是專利跑在前面 其實就是一句話 就是產學就是要創新 尤其是現在我身在學校 畢竟還是一個MPO 這是AI在製造業的專利的佈局 那你走了前面 你幫台灣的產業這一塊的主牆 不管是攻擊端或是防疫端 你在這邊可以先有一些作為 現在我個人覺得它還是 在一個起頭在一個藍海 在一個現在布的 等於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布的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還是屬於台大 還是屬於學校 那學校這一端 對於未來在保護我們相關 國內的這些產業 我相信應該是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但是世界排名裡面 產業的reputation 是很大的一個feedback 對產業的impact 其實現在目前也是一塊 大學社會裡面的 其實蠻大的一個責任 你人才總是就是要落地 就是要就位 那應該從地端 從需求端這樣做上來 那水到其中 這樣的才能夠永續 不管國內國外 一定是市場需求 產業的一個支撐的這個面 一定要有 它的resource 是從那邊來提供的 國外學生來一樣嘛 在美國製造的相對是比較少的 我們現在目前做的題目呢 走的競爭的產品 跟技術 跟能力跟實力 已經跟國際上面的 大概都相似不遠 甚至我個人覺得 有些甚至走的 已經有點在領先的位置上面 前瞻性平台上面的吸引 那個強度就會更多一些 興趣的定位上面 不是固定的 因為很多東西 因為你沒有進到那裡面去 你根本不能去判讀到底 你喜歡或是不喜歡 所以這東西有些時候會 會有些盲點啦 不要先自我設定說 我就是定要怎麼樣 外面世界太廣了 你的觸角應該多關心 多拉高 打開你的腦袋瓜子 接受外面的刺激 然後回過頭來 你要做即時的反應 你要修什麼課 說也要做些什麼事情 而不是說 就埋下去就一路這樣去走 你就越來越有能耐 它不是零跟一啦 它是一個chaos 是一個演化的過程 總之埋在你心裡面 一直會驅動你的 這一輩子的力量 學校應該多支持 長出這樣的一個機制 未來的世界 GAI不是一兩個人 是完成這件事情的 一定是很多跨很多不同的領域 大家合作才有辦法去 完成那個需求啦 但是我期盼是 政府的資源的投入啦 或是說 學校這邊的鼓勵啊 一些措施上 可以在這邊 可以讓它更多一些 平台還是要有活水 進進出出 它是要永續的 那小朋友 那時候幾個就出去創業 有一定有出去 有進來 你有創新 你很多技術面 很多東西 如果沒有駕駛上的放大 實際上對這個平台 是不健康的 那平台上創業 或是到公司去協助 或是技術與轉 各方面 理論上都盡量讓它能夠 能夠到位 有新的 才會有活水 國外哪個平台 或是哪個平台 平台之間的創接 這些結合都是 因為有需求 有一些難度的 就是你要去跨出去 去尋求協助 跟其他的老師 跟其他的團隊 去做搭接 我們都當一個老師 當一個角色 當像小家 到研究閉起來 之前大概 你還是拿在公司 還是要 你還是每天還是要去思考 每天要怎麼創新 怎麼去 怎麼去解決這個議題 那我覺得這也有好處 就也都會讓 活得愉快 你的熱誠才不會滅掉 回到最原始的那個點 就是那顆種子 團隊裡面 我都是試著要 把那顆種子 埋在他心裡面 我們每看到一個新的東西 每看到一個新的突破 我們都非常開心 非常喜歡 來繼續再往前